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鸡是我们日常最常吃的肉类之一 不过大家一般都常买鸡胸肉、鸡翅、鸡腿等部位 价格非常便宜的鸡肝却少有人食用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能接受内脏味道的朋友们 不妨适量食用一些,好处非常多 本草钢目记载,鸡肝肝苦、温、无毒 它富含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营养素 我们具体来看看 第一,叶酸冠军 补充叶酸对增强血管弹性、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贫血等都有帮助 一提起食补叶酸 您可能会想到菠菜、线菜等深绿色蔬菜 其实鸡肝才是真正的补充叶酸第一名 含量高达1172.2微克每100克 第二,补铁高手 补铁优选血红素铁 吸收率更高 除了鸭血、猪血等动物血外 动物内脏也是优质的血红素铁来源 鸡肝的铁元素含量达到了12毫克每100克 是菠菜的4倍左右 第三,护眼明星 鸡肝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 每100克含量10.4毫克 丰富的维生素A对维持视力 保护皮肤、黏膜健康等都非常有帮助 除此之外 鸡肝还富含蛋白质、胆碱、维生素B组等 对提高人体免疫力、保护肝脏等都有好处 很多朋友不吃鸡肝 一是担心胆固醇太高 二是不知道怎么做 李医师给您来支招 对于胆固醇正常的人来说 可以每人每周吃一到两次鸡肝 每次一到两片 分量控制在25-40克即可 食用时可以搭配豆制品 因为豆制品含有植物固醇 可以干扰胆固醇的吸收 有人担心鸡肝的腥味重 可以多次投洗 再用花椒水浸泡来去腥 接下来呢 李医师推荐鸡肝的两种吃法 一、芝麻双肝 一、鸡肝洗净切薄片 加入花椒水去腥 再加入葱姜、料酒和干香菇水增香 腌制20分钟 二、将鸡肝片和豆干 先后蘸淀粉和鸡蛋液 再裹上白芝麻 三、锅中倒入适量油 六层油温时分别将双肝下锅煎制 四、表面迅速起脆壳后翻面 两面煎至金黄石即可出锅 像香菇和油菜摆盘 二、小炒鸡肝 一、鸡肝水洗浸泡后切片 口膜切片 二、锅中倒入底油 放入鸡肝口膜煸炒 三、放入木耳 烹入料酒 四、放入蒜蓉辣酱 酱油、糖调味 再放入油菜即可出锅 新鲜的鸡肝是自然充满弹性 有扑鼻的肉香 还有些人要少吃鸡肝 比如胃炎、胃溃疡 肠硬肌中合增的患者 要少吃鸡肝 避免刺激消化道 而且鸡肝脂肪丰富 肝炎、脂肪肝、肝硬化等肝脏疾病患者要少吃 还有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要少吃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看完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关注健康 我们明天见